看上去长相憨厚的南瓜却是夏天消暑的佳品 南瓜有什么药用价值 吃南瓜又有什么要注意的呢 本期四季养生堂 徐文斌堂主就来说说南瓜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我们来说说南瓜 南瓜的原产地不在中国 是在北美和欧洲 在国外南瓜也作为蔬菜 很多人在美国和加拿大吃过南瓜馅饼 这是感恩节或圣诞节万圣节餐后的一个主要品牌 南瓜它生长期短产量大 在饥荒年代成为主要的冲鸡的食品 也就是填饱肚子的东西 也因此在中国得到了大面积的种植和推广 根据甸南本草记载 南瓜性温味干 它没有毒性 主要入脾胃精 同时也能够润肺益气 还能化痰排农 主要治疗一些咳喘 还能利尿 现代医学也发现南瓜有很多的药用价值 比如说国外医学研究说 吃南瓜能够治疗前列腺肥大 预防前列腺癌 防止动脉硬化 现代医学还认为 南瓜还有很高的维生素和果胶 这个果胶有比较好的吸附性 它能够把粘接或者消除体内的各种病菌和毒素 还有其他有害物质 比如说重金属的铅拱和放缩性元素 所以它能够作为一个很好的解毒的食材和药物来使用 南瓜比较好吃的做法一般都是蒸 还有我吃过就是用咸蛋黄炒南瓜 在我国湖南邵阳地区有个苗族村 村民时时代代有吃南瓜的饮食习惯 这个村的居民患这种贫血症的特别少 因为南瓜不仅含有丰富的糖类淀粉脂肪和蛋白质 还含有人体造血必须的这种微量元素铁核心 所以民间说南瓜能补血是有一定道理的 中医认为南瓜味干色黄 它入皮胃精 它能够保护胃肠道的黏膜 免得受这种食物或者药物的刺激 而且它能够促进溃养面的愈合 所以比较适用那些本身有糜烂或溃养的胃病的患者食用 南瓜本身还能促进胆汁的分泌 加强胃肠道的蠕动帮助食物消化 中医对南瓜的利用主要是用南瓜的籽 南瓜籽有非常好的驱虫的作用 在古代我们把它作为驱虫药和杀虫药来使用的 如果孩子或者成人有脑虫病 回虫病的话 我们一般就用南瓜把它籽炒熟了 炒香了 在早餐空腹前细嚼服用 它既是一种食品 同时又是一个很好的驱虫的效果 现在我们中医用南瓜籽 主要用它来化痰散结 这种结特别治疗一种前列腺肥大 有很好的这种食疗的作用 大家都知道前列腺肥大这种药物 治疗效果都不太理想 比较好的方法就是长期坚持食疗 多吃南瓜籽 现代医学研究 南瓜籽含有比较大的磷脂 能够防止矿物质在体内积聚形成结石 所以中医说吃南瓜籽能散结是有道理的 南瓜的食疗功效多 但吃多了也不是一件好事 有哪些需要注意的问题呢 有一种流行的说法 说吃南瓜能治糖尿病 这也成为南瓜的一个卖点 我个人认为 这有待于进一步的医学观察 不论如何 南瓜它属于瓜果蔬菜类 不属于那种植物的种子 它只能对食物其辅助作用 如果不分青红皂白 天天吃南瓜的话 这种甜味反而会加重糖尿病的病情 因为南瓜本身还有很高的糖分 天天吃南瓜能治糖尿病 这个话有待商榷 如果吃南瓜不当 因为南瓜含糖量比较高 有的人会引起辅葬 这也是吃南瓜多了一个副作用 在《本草纲目》中说 如果多吃南瓜会引发脚气和黄胆 在《隋西基饮食谱》里面说 如果人出现了食肌 瘧疾 黄胆 或者利己 腐胀 或者是长脚气 心口窝 觉得皮闷 或者产后中暑 除了水痘人 都不应该吃太多